大家好,我是天天 今天我用大米分享一道美食,特别的好吃 我们先准备一碗大米 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干果 热锅多倒一点油 油温烧至六层热的时候,倒入大米 用筷子不停的翻动,让它瘦了均匀 炸至大米,金黄飘起,捞出备用 锅中放入3勺白糖,大约60克左右 加入50毫升的清水 小火熬至白糖融化 将糖浆炒至香油上,倒入炸好的大米 自己喜欢吃的坚果,快速翻炒均匀 倒入刷过油的容器中 用铲子按压紧实 放凉之后脱模,切成小块 好吃的米老头就做好了 吃起来香甜酥脆,孩子的最爱 做法也很简单,喜欢的朋友也在家试试吧 吃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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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灰